扮演好花心豪门少爷 我每三个月就换一次男朋友 只因我是快穿世界的海王炮灰 主要任务就是促进主角攻兽的爱情 最后被福福联合干调退出世界 宴会上主角兽正好被人刁难 远远的看起来就像一只淋湿的小狗一样可怜极了 我捏了捏拳头 这一瞬间正义感爆棚 走上前对那个中年男子说 你在做什么 于大少爷您怎么在这 我挑挑眉一脸巨傲 我怎么不能在这 倒是你又是谁怎么在这 中年男人产妹的笑笑 我是王强 裴总前日来我这订购一批材料 刚好那日您和裴总一起来的 你忘了 听到这话 我倒是想起一点 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个人 算了本来还想骂骂他 加深一下恶毒炮灰的形象 但这人和主角公裴旭有合作 我不想影响裴旭 哦 但我也不想给他面子 漫不经心说 我现在不太想看见你 中年男人还是一副好脾气没有生气 点头哈腰 是我爱着于少爷了 我这就走这就走 灯光有些暗 我眯了眯一眼 看清面前郁阳的脸 不愧是小说里的主角兽 长着十分好看 高眉骨肤色 冷白下颗线紧致 瞳孔是淡黑色的 看人的时候像是不带温度 倒是和我想象里的主角兽有点出入 还以为是小白花类型的 没想到是这种高领之花的性子 我盯得的时间有些久了 郁阳只见全了全平静的喊了一声 先生 哪怕少年上半身都被红酒泼湿了 贴在单薄的身体上粘湿湿的 但他背脊依旧挺得很直 脸上也不见屈辱 作为基于主角兽美色的炮灰 我上前捏住郁阳的下巴 装模作样的看了看 露出一副满意的表情 郁阳轻轻皱了皱眉头 往后退了一步正脱了我的前置 我笑了笑 你知道我刚刚帮了你吗 这么暗示意味的话 郁阳不可能听不出来 他脸上终于露出一点不一样的表情 垂头遮住眼中的情绪 多谢先生 我发出恶毒炮灰的嘲笑声 你身上的这件衣服是陪家定制的 一套好几万 你弄脏了得赔 郁阳敏紧了唇 露出些许隐忍的表情 握着托盘的手上都冒出青金 低声说 我没有这么多钱 我当然知道郁阳没有这么多钱 他身世倾苦父母 在他12岁时就离了婚 然后各自幼祖了家庭有了孩子 而他跟着舅舅生活寄人篱下 哪里有这么多钱 我知道你没有 这样吧 你当我男朋友我帮你赔了 跟着我就不用来当什么服务员了 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我表面一副浪荡的样子 但实际脚趾都蜷缩起来了 恨不得立刻扣出三十一听 怎么会有这么羞耻的台词啊 我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头上的灯闪了两下啪的一声熄灭了 我眼前一切都陷入黑暗 灯怎么灭了 我眨了眨眼 努力的想去看清面前的东西 却不知道被谁摁在墙壁上 那人还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防止我发出声音 接着脸上就传来湿漉漉的感觉 我吓得都猛了 僵住了身体一动不动 前置我的人却愈发过分 从脸上到眼皮 各个地方都没有放过 但对方似乎顾及什么 没有来舔他的唇 只是轻轻啃咬他的唇角 系统着急开口 推开他 我这时才回过神来用力推开面前的人 耳边传来压抑隐忍的喘息声 让我忍不住大骂 你有病吧 怎么会有人偷偷地舔他的脸 肯定是变态 没想到这人反而得寸进尺 仗着我看不见在他喉结束咬了一口 我皮肤嫩 稍微用了点力就留下一个明显的牙印 我脑恨的磨牙 要是让他知道是谁做的 他非得把他嘴用胶带封起来 陪家下人速度十分快 很快灯就全部亮了起来 笔之先前不知道亮了多少 有人过来和我道歉 却在看见他的时候愣住了 我皮肤很白 白的只要上面有什么痕迹就会看得见 但原本像雪一样干净的小脸 现在附着一层亮晶晶的东西 仿佛被什么磨红了一样 甚至眼皮都红了 眼尾更是一片飞红 比往常更漂亮了 也更吸引人了 我恶狠狠的用手帕擦拭自己的脸蛋 要将对方留在他脸上的口水全部擦干净 一想到这是别人的口水 我就恶心的不行 他扯开衣领的第一颗扣子 去摸喉结上的伤 他轻轻一碰 就感觉到刺痛感 那个狗东西肯定用了挺大力气 我打量周围的人 有几个一直地盯着他 眼神愣愣的 他首先排除了那些人 看起来就不太正常 而后我又将目光放在不远处的主角兽身上 他还保持那副忍受屈辱的模样 低着头不说话 察觉到我的眼神 他抬起头眼神里一片冷漠 肯定不是主角兽 他看起来就很厌恶他 怎么会变态到偷偷舔他 我看完周围一圈所有的人 最后发现他根本就没办法找到对方 而且监控也坏了 没留下任何证据 我又忍不住说了一声脏话 气死我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系统哄我 宿主先别生气 原住里没有这么一回事 应该只是一些小差错 可能在黑暗里有人要亲主角兽但认错了人 我感到一阵恶寒 也就是把主角兽认成了我 那也很恶心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 强忍着心理的不适 对郁阳开口 跟我去洗手间一趟 顶着周围人怪异的眼神 郁阳攥紧了手低垂着头 但很快手掌放松下来 跟上了我的脚步 落在我眼中 他嘖嘖两声 不愧是他 能把主角兽逼成这样 推开卫生间的门 我从上面的柜子里拿出一套崭新的衣服 扔给郁阳 把衣服换了 郁阳沉默着解开身上的扣子 然后用洗手台上的洗面奶搓了好几遍 直到把脸都搓红了 我这才舒服了一点 他抖干净手上的水珠 转过身想去拿手帕 却发现门前站了一个人是裴旭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这里的 淡淡的眼神掠过我飞红艳丽的脸颊轻声开口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看见裴旭淡漠的瞳孔里浮现一瞬间的阴沉 像是暴风雨来前的宁静 等他眨眨眼在看时 裴旭依旧是那副寡蛋的样子 我一时有些心虚 裴旭一眼就看见了隔间出来的少年 穿着他给我一杯不时之虚的白色衬衣 怀里抱着湿透的另一套衣服 看起来就和我暧昧不清 裴旭抬眼与裴旭对视 都是冷淡的性子 四目相对像是有火花碰撞 裴旭阳低垂看着自己洗的发白的白鞋 一言不发的走到我身边 裴旭扯了扯嘴角说 这就是你说的要来上厕所呀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现在这个情况 我看见别人欺负他 把他衣服都泼湿了 所以我就带他来换个衣服 我什么都没干 真的 我说的义正言辞 两只眼睛真诚地看着对方 裴旭脸色缓和下来 却在触及他突出的猴杰处一个牙印 脸瞬间冷了下来 这又是谁干的 他走近将微凉的指尖搭在我猴杰的伤口处 轻轻一按 顿时又有小血猪冒出来 我撕了一声 被人触碰敏感的地方 有些不舒服 但是顾及主角公和他的关系 还是没有躲开 系统这时突然发布任务 在主角公面前表现出对主角兽的喜欢 并告诉裴旭自己已经和郁阳在一起了 系统系统 你这不是要我命吗 为了高额的奖金 我心里狠狠地咬牙 扶开裴旭的手有些不在意说 我男朋友咬的 郁阳抬起头注视 他几秒又低下头 裴旭攥紧了手 你男朋友是这个小男生 这才一会儿不见 你就又交了一个男朋友 裴旭的眼睛漆黑一片深不见底 我没看出他的怪异之处 点点头认真说 裴哥 他跟以前那些人不一样的 我是真的挺喜欢郁阳 郁阳薄红的眼皮颤了颤 真的喜欢 我哪怕在爱娃 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从来对别人都是爱搭不理 很难有人可以得到他一个好脸色 可是现在他听得清清楚楚 我他说 他很喜欢这个男生 裴旭大脑有一瞬间的正梦 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 就听见我说 裴哥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裴旭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拉我的手 但是很快他就想起 自己不过是我邻居家一起长大的哥哥 也是他运气好 才得了这句裴哥 没有一刻头脑这么清醒 他没有资格去插手我的感情 直到我与他擦肩而过 裴旭还是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出了裴家我才松了一口气 好险 还好走得快 要不然又要被裴旭抓起来教育了 先前他就对自己叫男朋友很不满 郁阳还是一言不发的跟在我背后 我一边掏出手机发消息一边说 我叫了车 待会儿跟我一起回去 郁阳顿了顿低声说 于先生 我还有事 不能和你一起回去 什么事情比我还重要 我继续扮演蛮横不讲理的恶毒炮灰 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现在是我的男朋友要听我的 郁阳捏紧了手指 微微抬起头与我注视 我需要赚钱 话外音就是跟你这种豪门少爷不一样 饭来张口一来伸手 他需要自己打几分工养活自己 我心里开心极了 从主角受厌恶自己的表现 看到自己的大把大把的奖金 他继续加大一把火 凑到郁阳面前 我不是说了吗 我很有钱的 郁阳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离得近了都能闻见大少爷身上的香味 甜而不腻 像是芒果又像是青梨 大少爷穿着白衬衣 领子微微敞开 只要轻轻低下头 就能看见他精致薄红色的锁骨 和他咬下的牙印 郁阳撇开眼不再看他 我将手机二维码调出来放到郁阳面前 加我 加完微信我立马发了一个红包给他 金额是郁阳一个月的生活费 行了 现在可以和我回家了吗 你要把他带回家 旁边传来一声满寒怒气的声音 我偏头一看是匆匆赶来的承野 承野穿着白衬衫 他生得极好眉目未扬 是一种肆意又张扬的帅气 只不过他现在瞪着双眼 看我的眼睛像是要喷火 承野是我交往的男友中最难缠的一个 当初在一起时他很听话 一副乖巧的样子 和承野相处起来很舒服 但是恶毒炮灰是要做任务的 所以当任务节点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提了分手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一直乖巧可爱的男朋友 在听见我要分手的时候 一下就从寒门学子 变成海城豪门小少爷 身份和我不相上下 还恶狠狠地把我推在墙上 质问为什么要分手 我吓得一愣愣的 还是系统教我说出那句 我想分手就分手 即使分手后 承野还一直跟在我背后 总是瞪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我以为他要揍我 连忙退后一步 吓得躲到郁阳的背后 扒在郁阳的肩上和承野对视 承野心里咬牙切齿得很 明明是对方将他甩了 现在倒显得是他欺负了他 他压下心里的委屈 越过郁阳和我眼巴巴地说 于知你过来 我们好好谈谈 从头到尾 承野只是轻微地看了郁阳一眼 没把他放在眼里 系统提醒我保持人设 我中美装起一副 很厌烦对方的样子 我们有什么谈的 之前不是都说过了吗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我对承野的不耐烦 可是承野还巴巴地往上凑 我就是想问问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承野委屈地望着我 这是他惯用的伎俩 每次只要他委屈地望着对方 都能引来对方不甚熟悉的摸头 可是他似乎忘了前段时间为了演戏 特地染了红发 看起来就是张扬的性子 不适合做这种表情 自然也没引来我一丝的疼惜 哦 我拉起身旁郁阳的手 这是我新男朋友 避而不谈 这是系统交给他海王的一大妙招 顺便再将矛头对准其他人 加身炮灰人设 简直完美 郁阳在被我拉过手的一瞬间 就僵直了身体 因为紧张唇紧紧抿着 耳尖透着薄薄的红 好在碎发挡住了 没让其他人看见 程也可没错过郁阳的小心思 咬着牙说 哦 那他学习成绩有我好吗 会做饭给你吃吗 更何况他跟你都不是同一个专业的 你选他有什么用 程也哼了一声 简直要用鼻孔对着郁阳 我拳头硬了 小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成绩好 怎么了 我也是个学渣呢 可是郁阳在我之前开了口 语气缓慢 于先生 我已经辅修过金龙学了 事实上郁阳仅仅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将金龙学全部辅修完了 就连他的导师都大为震撼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导师 想要让他继续身造势 他却平静地拒绝了 我也大为震撼 根据我拿到的剧情里 主角瘦好像没有辅修过金龙学 但是听他的语气不仅修了 还修得不错 我心里又开始冒酸水了 怎么主角团一个个的 都比他成绩好啊 就他一个学渣 成也语气也酸 辅修能有多厉害啊 学了多久啊 郁阳低着头说 一年 成也心里顿时冒出点点希望 这个男子才学了一年 成绩哪里比得上 他学了好几年 而且到至今为止 学校专业第一还是他 成也又挑剔地扫了郁阳一眼 真是哪哪不行 也就一张脸能看 真不知道大少爷看上他哪了 但他又开始不受控制的冒酸水了 明明他长相也不差的 还是大少爷喜欢的类型 怎么我就非要和他分手 要是我知道他的想法 定是要仰天哭泣 他也不想的 先不说自己是个直男 其次就算要出对象 他也不会表现得这么渣男 成也语气酸得要死 也才学了一年 也不怎么样嘛 你怎么怪怪的 我皱着没说 你干嘛抓着他不放啊 你说我 成也双眼都搭了下来了 委屈的不行 我们才分手一周 你就找好了新欢 单纯小只只看过 几本系统给他找的狗血小说 哪里知道对于这种场面该怎么办 他慌乱的向系统求助 系统系统 这个气氛怎么怪怪的呀 要是系统给他的书不健康些 就知道这就像是桌间的怨妇一样 一股醋味 系统扒拉出一本名为 渣男语录大全的书 很懂得跟我说 这个时候你应该表现得无所谓点 分了手就不要顾及旧情 我懂了 他轻轻抬了台下巴 清澈的琥珀色眼睛像是一滩春水 但说出来的话却像是冬日寒风一般 啊是吗 我们已经分手这么久了 你就离我远点 不然我男朋友会生气的 系统对我现在的演技和战斗力表示疑惑 但是我才不会告诉系统 这是我前几天背着系统 看的电视剧里的台词 不知道是不是被我的话伤到了 好办想成也都没说话 由于他腻着光 鼻梁与眉骨打下一小片阴影 更让人看不清表情了 正好我刚刚喊的车到了 他不想再合成也有过多的交缠 于是拉着玉阳上了车 上车前我往后一看 成也低垂着眉眼的看着他 只和他对视一眼就一开了视线 像是被人一气的小狗 看起来好可怜啊 我小声吐槽 来接我的司机是瑜伽的人 从后视镜里看见新的小男生 也没有露出新奇的表情 只是默默地将挡板升了起来 车内开了横温空调 我一上车就脱下了身上的西装外套 放在一旁 青年只剩下干净的白衬衫 最上面的扣子截了两颗 露出精致漂亮的锁骨 玉阳低垂着头 慢吞吞地说 于先生 刚刚那位先生看起来状态不太对 您不担心吗 我愣了一下 才意识到玉阳说的是成也 主角兽有这么善良吗 连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都会担心 真不愧以后会俘获培絮的心 他是个成年人了 我无所谓的说 更何况 我和他早就没什么关系了 漂亮的青年懒懒的靠在后座上 眉眼精致 深色的发丝散落在耳侧 他总是这样 不把任何一个人放在眼里 新鲜感短暂 过了便扔掉从不留情 玉阳手指捏紧了 系统提醒 您现在应该按照剧情骚扰主角兽了 让他对您感到厌恶 我硬下靠近 将头靠在玉阳肩上与期待卷 让我靠一会儿 成功感受到对方僵直的身体 我满意地动了动 靠不来一点扶住我 车内淡淡又熟悉的清香包裹我 这样安静的环境一下就让我放松下来 他亲和双眼 等想眯一下 却没想到很快就睡着了 玉阳静静的目光放在我身上 青年睡着的样子跟他醒的完全不一样 压青色的睫毛青锤 卧残处有淡淡的青色 整个人看起来就很乖巧 玉阳心里默默估算了一下时间 料想我完完全全睡着了 才与举斑将指尖搭在我睡觉 不老实露出的那一小节白嫩的腰上 玉阳的手因为长期写字兼直 有薄薄的一层茧子 又因为天气凉 搭在我腰上时 我就轻轻站立 睡梦中的眉眼皱了皱 但还是因为太困了 随后陷入更深的梦中 我是被冷风吹醒的 他略微茫然几秒钟 思绪才渐渐回过来 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玉阳打开了一小边窗户 对方正对着窗口吹冷风 玉阳回过头来 余先生您醒了 我刚醒鼻音很重 玉阳把车窗按上去跟他道歉 余先生不好意思 我刚刚感到有一点热 所以打开了窗户 我瞅见主角兽脸有点红 外套也脱了下来搭在他自己的膝盖上 不得不感叹一句 主角兽身体素质是真的好啊 明明天气这么凉 他还出了薄薄的一层汗 我问到了吗 前面的司机听见我的声音立马回答 大少爷还有几分钟 我现在十分清醒 困意被那冷风吹散了 就拿出手机看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炮灰的人设讨人厌 我每天都能收到很多莫名其妙的消息 他首先略过那些怪怪的话 去看其他有没有重要的消息 裴旭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过几天我爸妈旅游回来 说想见见你 你周天有没有时间 裴旭的爸妈从小对我很好 每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都会带一大堆东西给我 都是他喜欢的礼品 比如某个模型或者新出的游戏设备 就连他们的亲儿子裴旭都没有 每次我父母不在时 他都会去裴旭家蹭饭 伯父伯母都很有善 拉着他的手唠家长 然后就能不出意外的 看见黑着脸的裴旭站在一旁 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拒绝这个邀请 而且算算时间 也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伯父伯母了 还挺想他们的 我给裴旭发消息 有时间什么时候去 裴旭很快就回了消息 晚上七点 那个时候我去接你 好的 我把手机放在一旁 车刚好停下 有人过来打开车门 每本小说都有反派BOSS这样的存在 自然我现在任务世界也有一个反派 那就是他的私生子弟弟于绝 其实拿到剧本的我当然知道 于绝是他父亲故人的一个孩子 只是那位故人身份不好公开 所以外界传闻是于家私生子的时候 于父母没有反对 默认了这层关系 但是炮灰我不知道啊 他还以为父亲背叛了母亲 真的有一个私生子弟弟 所以就从小开始欺负对方 然后于绝就因为我的摧残性格 变得阴日厌世 最后遇见主角受背弃感化 变成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我第一次见到于绝的时候是五岁 那个时候于绝还只有四岁 只比他小了一岁 快穿橘十分严格 在投入世界的时候 我就被清除了记忆 他没有以前成年的记忆 成为一个真正的小孩 那个时候于绝被接来于家的时候 小小的一团 身上也穿得破破烂烂的 小鹿般的眼睛害怕地看着我 于母拉着于绝的手 走到我面前温声说 芝芝 这是你的弟弟于绝 他以前受了很多苦 你作为哥哥 以后要好好照顾他好吗 五岁的我什么都不懂 奶乎乎一团 捏紧了拳头坚定 我会好好照顾于绝弟弟的 看见车外是好几天没见到的于绝 我疑惑了一秒 你怎么在这 这处房产是我的成年礼物 作为我的弟弟 于绝当然也有自己的房产 可是我记得离这里挺远的 于绝弯了弯嘴角 他似乎心情很好 哥哥我不能在这里吗 听说哥哥去了宴会 于绝熟忍地问他伸出手去扶他 我琥珀色的眼睛狐疑地看着于绝 试探地将手搭在对方手臂上 阴森森的我好怕 于绝含笑问他 哥哥玩得开心吗 还好吧 宴会不都是这样吗 今天于绝怎么突然问得这么 这么奇怪 清朗干净的嗓音响起 是一只安静的御羊 于先生您的外套落在这里了 后知后觉的我才感到冷意色缩了一下 还没接过御羊手上的外套 就被黑色的大衣包裹在里面 被人从后面拢了拢衣领 我能够闻到轻烈的香气 很淡又很好闻 哥哥不要着凉了 我感受大衣上传来的温度 你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于绝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暖手宝 塞在我微凉的手里 没事就不能来找哥哥吗 我不来找哥哥 哥哥就不来看我一眼 我没办法 只好我过来了 于绝的声音有些忧怨 我心里没有感到任何兄弟和睦 只是纳闷 明明很久以前他们就闹翻了 怎么现在于绝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回到小时候那样 那你现在看到我了 可以走了吗 我眨眨眼 于绝明明比我还小一岁 但身高却比他高上不少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就得微微仰头 好气哦 我又对比了一下主角公和主角兽的身高 发现他们一个个的都比他高 我更气了 于绝嘴角弧度上升 这么冷的天 我大老远跑来 哥哥不请我进去做做 我正打算拒绝 但系统告诉他 反派boss就是从他这里认识的主角兽 需要让他们多接触接触 我不太情愿的让于绝跟着他们一起进来 屋内空调温度调的有点高 我一进来就随手把黑色外套搭在衣架上 没忘给郁阳找了一双拖鞋 谢谢于先生 郁阳语气没什么起伏 于绝像是才注意到还有一个人跟着他们一样 哥哥这位是你的朋友吗 于绝是恰到好处的惊讶 我斟酌了语言换上他的纯白色拖鞋 是我新认识的男朋友 郁阳动作停了停 就连于绝都闷闷笑了一声 怎么了 我没去深究 只当反派和主角兽之间的默契 你们要喝什么吗 哥哥喝什么我就喝什么 于绝坐在沙发上微微笑着 于绝沉默地坐在另一边 于先生随意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 于绝和郁阳两个人在客厅 只要他在厨房多待一会儿 就可以让他们好好接触 我干脆在厨房吃完一颗苹果 两根香蕉还有一瓶牛奶 给他们制造相处时间 等了十几分钟我才慢吞吞地出去 他一看怎么气氛有点不对哦 于绝明明还是嘴角带笑 但怎么看怎么假 郁阳就更不用说了 等来就面无表情 现在更加隐忍了唇都紧紧抿着 我觉得系统说的一点不对 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像是仇人